有意义的参与 对我们来讲就是有意义的参与 对不对亮哥 亮哥你到底在滑手机这次 这个坦白说 这个有点为德不足 因为联合国大会开完了你才讲 联合国大会开之前讲 不是要开完才讲 就是故意的吧 就是故意的吧 戳穿布林肯的羊毛了呢 这实在是 有意义 因为你也看到欧洲议会在做决议 对不对 他讲的也是类似的意思 那人家讲的比较具体 就包括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啊 国际行政组织啊 还有世卫大会嘛 他就讲的比较具体 还有那个国际气候变迁的相关会议 大概这些 那这个当然是这样 就是 这个跟2758号决议比较扯不上 因为2758号决议是在扯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那他的用语是把蒋介石代表从 联合国籍周边组织驱逐嘛 那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的意思了 那现在你如果要用台湾那就有点 到底台湾的身份是什么 是 就是 你 你又还没有变成一个国家 那你到底是怎么申请啊 就有这个问题 是 所以在没有申请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也可以比如说 国际上召开某种会议啦 对 然后邀请你来参加 比如说APEC就是嘛 APEC后来台湾就参加了嘛 对不对 或者是WTO 就另创组织嘛 那台湾用的身份 就是自主关税领域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有意义的参与啊 因为他讲的很明显嘛 他说 不涉及国家地位 有意义的参与 对不对 所以WTO就是了嘛 所以这类的事情上 美国已经做过了 因为WTO就有帮助嘛 是 就是我们就是用自主关税领域 那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 国际渔权啊 我们是用Fishing Entity 叫做捕鱼的实体啦 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参加的 所以事实上 坦白讲他也不用在这里讲这个 事实上他本来就有在做 对 那你就具体讲说 你要帮助我们哪一个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 对 你不要讲这种抽象概念嘛 说啊 我们会帮你这个有意义参与啦 你就具体讲啦 是国际刑刑组织呢 还是民航组织啊 还是哪一个会啦 我觉得这样讲会比较有诚意啦 而且尤其是 请你明年记得要在联合国大会之前讲 对啊 所以我刚才说 那都结束了你才讲的话 是不是也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呢 可是你看哦 其实布林肯他虽然有这样 要有意义的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 可是呢 他也有讲哦 这符合我们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 和六个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呢 他说的话 他说是符合一个中国 可是大陆不这么认为啊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其实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面 那可就打脸啦 因为他怎么讲 他说美方提这个声明 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哦 我看到这边我就想说不对啊 那布林肯明明就有讲到三个联合公报 还有讲到一个中国 他说符合 但是呢 赵立坚却说这是违反 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然后所以意思是 美国现在你讲什么 我就是不相信了吗 可是那你再看 嗯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其实在今天早上稍早他也讲 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无权参加联合国 在一中原则基础上 可安排台湾参与国际活动 那事实上 现在 也也可以啊 就之前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嘛 那问题是他讲的这个意思 好像跟布林肯讲的那个意思 也没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因为就是在一中原则基础上 因为布林肯也有讲一中嘛 所以那布林肯讲说可以安排台湾参与 那马晓光也说可以安排台湾参与 所以到底差别又在哪里呢 那老师要帮大家来翻译解读一下了 连美联社的记者 他们自己的记者都读不懂 布林肯讲的话 那坦白说布林肯在玩文字游戏 我觉得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反应 其实是要很重视 因为这一次在他的 赵立坚提的四点里面的最后一点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提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中美关系颠覆性的巨大风险 我觉得这是这话很重了 而且已经在警告美国 也就是说中美的关系很有可能整个会翻转过来 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把美国当成敌人 虽然不见得是朋友 但是不是敌人 但是如果你美国要打台湾牌打到这个程度 颠覆性的风险也就是 从不是敌人会变成敌人 那一旦是敌人的话 那中国大陆对待敌人的方法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释放出一个讯息了 那这个讯息如果美国布林肯拜登 他们不以为然 或是不吃你这一套 然后继续玩下去的话 我觉得大陆的动作跟做法 是会越来越强烈 那赵立坚提出的第二个讯息 我觉得也很重要 这是跟我们比较有关的 也就是他有提到是严重损害了 台海两岸之间的稳定 那换言之也就是 大陆这个部分里面 其实也释放出强大的信号了 就是不得不或是必须要 那他们就要做动作 那台海两岸之间的稳定变成不稳定 那什么情况会变成不稳定 还有不稳定的方式有几种 例如说经济方面的不稳定 会不会发生变化 政治方面的不稳定 甚至军事方面的不稳定 所以我觉得像我 坦白说我今天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就跟我儿子讲了 因为我要开始做避险的工作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讯号 其实是已经很强烈了 如果就我自己长期研究 而且我对中国大陆的认识跟了解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很重的话 然后已经放出警告了 那如果美国布林肯他们 继续这样一直打下去 就是无节制的这样一直打下去 我个人的推断 因为在这一次里面 大陆已经派出武装直升机 武直石已经出来了 米格跟武直石 特别是武直石的一个作战方式 事实上是已经是 地面战的一个作战方式了 这个是代表说 对大陆来讲 是有计划的这练兵 是已经一直在强调了 一直在增强 所以如果说美国继续再打台湾牌 因为打台湾牌一定有个目的 那这个目的就是要大陆妥协 大陆让利 那大陆是不可能再让利了 也不可能妥协 那美国就一直升高打台湾牌 从川普已经打到现在 一直在升高 一直在升高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对中国大陆来讲 已经越来越不耐 那越来越不耐 那必要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动作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可能不要低估 大陆在做事情的决心 因为当初 你想想看香港的问题 美国人也说 你不敢 你不会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你中国大陆依赖香港 香港国安法绝对 但是你看到现在为止 香港清得多干净 美国的情报人员 跑得多干净 所以我觉得 而且香港很快就恢复稳定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情况不要小看 因为台湾人很天真 很单纯 但是他不晓得外国的 政治人物心有多黑 在玩弄我们台湾人 台湾人一旦被玩弄以后 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我最担心的就在这里 所以其实 赖老师刚刚讲的 其实是我今天 也有看到四点声明 是 但我还没想到原来 这重点是那最后一句 最后那一句 那句趋势很重要 因为其实是最后一句 我就再把它念一次好了 是 因为他说 美方这一段时间来 在台湾问题错误言行不断 中国都已经做出了 坚决必要的回应 那如果美国继续再打台湾牌 一条路走到黑 必然给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的 巨大风险严重的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也必将严重的损害美方自身的利益 因为他已经明明白白的 就告诉你 你美国是在打台湾牌 你没有那么在乎台湾的问题 你是在打台湾牌 那我一直在强调 美国人打台湾牌一定有目的 一定要获得他的什么东西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其实我们都知道 美国要获得什么 那大陆不可能给 那不可能给双方的 那个一直在升高 那升高到最后 赵立坚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中美的关系就颠覆过来了 就翻转过来了 一翻转 那当然就完全不一样的格局 那你就是用14亿人 对3亿多人 那就是一个 一个我觉得一个 整个翻转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大陆对敌人 不会客气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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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